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炒汤惠 房价飙涨继续看房 高薪工程师从竹科买到南科 根据2018年至2022年5年期间 三大科学人区与园区所在都会区 中古屋买卖实价登陆资料汇整 发现三大科学人区周遭的 中古屋房价明显上涨 像是竹科所坐落的新竹县市 这5年的房价涨幅高达5成 都高过南科中科所在的台南市跟台中市 那就有一个熟悉竹科房市生态的业者透露 这几年新竹地区房价真的上涨很多 但有能力口袋深的资深工程师 依旧持续买房 从竹科买到南科 当作置产级投资 看到好时机转售也有获利 长期置产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那专家也指出 根据2018年到2022年的 平均房价涨幅数据发现 三大科学人区中 南部科学人区与新竹科学人区的区域 近5年房价涨幅都超过6成 其中南部科学人区的区域房价 5年涨幅高达67.7% 新竹科学人区涨幅则为63.1% 中科园区涨幅以39.3%居第三 竹科新贵所得高钱收入稳定 在购屋、自产刚性需求强劲下 周边的房市交易热 买盘稳健 使房价持续走高 那住宅单价从2018年23.6万元 成长至今年38.5万元 四三大园区中房价最高的地区 那熟悉竹科房市生态业者也指出 以新竹来说竹北高铁特区为当地房市领头央 预售屋单价确实飙涨很多 实价登陆也已揭露 而有能力口袋深的资深工程师 依旧持续看房与买房 那他们有些人原本是在竹科购屋 要等待南科慢慢发展起来后 看好南科未来性 也抓准时机又到南科区域买房 除了自助也当作资产及投资 看到好时机转售也有获利 长期自产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专家表示这一波房市上来包含了竹科 南科等区域科技院的工程师 因为收入高有需求就会买房 有人可能一次买一户两户 拿来自助跟收租都有可能 那有些人可能从竹科调到南科 在竹科已经有购屋了 到台南又再买一户 那专家指出竹科工程师 确实是相当广大的买房族群 经济上确实颇有实力 像是新竹县的宝山 就有一个预售案属于华夏产品 买房几乎都是竹科较年轻的工程师 有些人甚至没有贷款以先进购买 老吉你是不是认识很多竹科的朋友 一些 我想问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这个我们不是在上个月 还是上上个月有聊过吗 就是园区最近在流行存房的概念 因为他们说你存钱 钱不会增值不保值嘛 但是你就存房至少可以保值嘛 搞不好未来还有机会增值 以你一个竹科人的立场 你曾经看过新竹竹北怎么起来 那你认为这个时候你要存房 你要存在哪里呢 在哪里找到下一个竹科竹北 如何去复制这样子的荣景呢 南科 不就这样子吗 你的前辈当时在竹科竹北起涨前 当时他们来这边工作了 他们有跟上这一波 现在的房价可能带六七十万之谱 你觉得很辛苦 但是你要怎么样找回竹科房市去哪找 去台南 不就这样子吗 是没错 可是我有个问题 因为你记得我们之前有讨论过 就是台南高雄 现在这个房市的状况 已经有点多云了 只是我知道的状况是 因为台南有认识 有在卖案子的朋友嘛 然后他的案子也是收购 然后是非常大量提的案子 他每周的这个成交都还是很不错 那他到底是有多云还是没多云 因为竹科人会下去南科买 那照你来说他应该还是要没有云的 我们讲这个出来又要得罪人家 但是讲讲不具名 应该没有那么得罪了 我之前那个时候其实有梦到 那个梦境是这样子的 当时在梦里面 梦到台南的房市 开始是下去了 是冷掉了 那台南的一些代销公司 或是建设公司 跟一些投资客其实是认识的 甚至有些呢 这些建设公司或是代销公司呢 他在新竹也有接案 那就跟新竹的一些 对于房市特别热衷的一些团体 就是有一些联系上了 那这些团体呢 在新竹竹科这边呢 就办了一些知识成长的一些分享会 分享可能譬如说 刚刚前面表演的一个心灵喊话 然后就带着一些认同这样分享内容 企图心的一些投资客 就一起去台南开始存房 那这样子的话 也就慢慢把台南的这个市场 hold住了嘛 对于竹科的人来讲 要买到40万 50万 现在在竹北新竹很难了啦 然后重点是 当时台南又比较早开始 有一些优富方案 而且那个时候 这些人下去 很多人还认为竹北的房价 是在继续往上涨的 我没有说会涨或会跌 是那个时候的那些人认为 竹北的房价还要继续上去 不会进入盘整啦 那他会觉得说 价格都已经炒到六七十 还有些是盖牌的 甚至还有八十 更不用讲 前几天还看到 十家单路终于出来了 有几个案子 还成交单价在90万一瓶的 所以他们会认为 那个太高了 我追不到 四五十万 相对他们可以 这样子的话 他不就去了吗 你可能会很生气说 这些人是不是在炒房 可讲实在话 你真的也没办法 因为他年终奖金就领那么多 他每天在公司这么辛苦 他也没有时间出来买什么东西 那不然就买几个房子 而且严格来说 因为他们是科技业 他的薪水什么的 都是有在政府的资料里的 所以他们也是要缴一定的税收 所以我觉得他们买房 正常的投资 我都觉得很好 有人会觉得说 就是要攻击这种 买房的投资客户干嘛 可是问题是 他买在台南那个地方 未来这个房子是不是 又有新的这个人员 我们要进驻台南 再要去园区上班的 刚开始没有房子 那你会不会跟他租房子 你还是得跟他租啊 对啊 你可以抵制他 你也可以不理他 不跟他租房子 可是万一你今天 你家的小孩真的很出息 到了台积电上班 你不让他去吗 你不要去 我们要抵制他 可能就有难度了吧 去的话 你就会跟当时那些投资客 租房子 我不要你这样子 还是你每天 就可能 通勤 一个小时上班这样子 那他又不要 因为uncall嘛 很急嘛 所以最后还是得去租啦 这没办法 我跟你讲 你们觉得这很讨厌 其实我觉得 这还不是最讨厌 最讨厌的是什么 就是园区成立了 他来的是 全台各地方的高科技人士 他们的收入很高 然后呢 你整体的物价会被带起来 之外 其实比较旧城区啊 你会感觉到 什么这个地方生活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你会严重的感觉 以前好像我小的时候 这个区域 大家都差不多啊 有钱的有钱一些 那大家都是都差不多的 可是你会突然发现 怎么突然多了一批 很有钱的人 明显的感觉到 你这个城市 开始有很大的贫富差距了 这可能你心里面 也会很痛苦啦 现在这呈现的 就是最近的状况 的确是有很多的 已经去看好那边的市场 但是当时他们先降 是有先降 就是因为有先降 然后有这样的配合 又过去量开始慢慢游了 又开始回温 假设啦 我现在这假设 都是园区的投资客 难道他们不会互相讲好 你们不要贱卖 再来是收入都不错 他也没有必要贱卖 他就付得起 他就掌握这个资源 就是在公司附近 在园区附近 如果你要来工作 你想要近一点点 你可能就会选 而且通常是谁选 通常都是刚入行的 因为他又希望又要近 又要on call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就是这样 改变不了 你改变其中一环 后面还有很多环 你改变不了 这真的是有点难头痛 OK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防老吉 拜